各地狂風暴雨下不停 居民更直呼 情況就向颱風來襲 而台南市仁德區淹水也已經超過15公分 車輛經過漸騎水花 整條路都變成溪流 民眾的愛車輪胎一半都泡在水裡 超強封面通過氣象署表示 中南部是降雨熱區 要嚴防豪大雨帶來災情 中南部地區要留意的是 可能在海面上 仍然會有一些比較強的對流移進來 那這些強的對流移進來的時候 會帶來的就是比較強的陣風 閃電跟強降雨 周五到周六雨水狂下 中南部是降雨熱點 要留意局部好大雨的情況 其餘各地短暫震雨及雷雨 周日中部以北極宜蘭地區 會出現局部大雨情形 下周一水氣減少 降雨稍微趨緩 有短暫空檔 不過下周三開始 另一波封面通過 雨區擴大到全台 西半部降雨機率又會增加 這整體的降雨分布 比較多的地方還是在西半部 尤其是在中南部的沿海地區 表示這些降雨主要都還是有海上的 這些比較強的這些對流移進來 所以對流移進來的時候 還是會對中南部地區的這個平地 造成一些比較明顯的降雨 兩波封面接力來襲 容易有短延遲強降雨 可能伴隨雷擊強震風 甚至冰雹 中南部還要嚴防豪大雨 不排除會帶來自在性降雨 雷雨交加民眾開車行進台南安南區 瞬間多到閃電批下產生巨大火光 閃電打中台電電線桿設備 造成378戶停電 工程人員冒著大雨前往搶修 高雄雷擊的斷線 而且我們的愛子破裂 而引起那個線路跳脫 氣象局發布雷雨特報 高雄桃源區山上大雨滕脫 擔心師生安全 寶山國小也在下午3點宣布 平凡停客 讓家長提前接小孩回家 高雄中山大學宿舍大樓的陽台 前一晚雨時過大 水淹到腳踝 學生彎腰把水給搖出去 另一頭有學生拿著本機搖水 鞋子都濕透了 落水門也是感覺還可以養魚 這一波雷雨造成多處災情 高雄潔定區加油站 狂風暴雨 加油站人員躲在裡面 機車被硬聲吹倒 高雄古山渡輪站也受到影響 很大超大了 就整個風會這樣吹到臉上 迄今風強雨大 民眾穿著雨衣 站在馬路上 感受被風吹的威力 還有遊客風雨無阻 騎著電動車繼續緩行程 屏東沿浦鄉的廟會活動不為前一晚風雨 造成場地淋濕 照樣舉辦活動 強風吹倒花牌 現場一個人都沒有 風吹太大 所以這可能也沒人會來 民眾建議主辦方停止活動 廟會活動最後還是勉強舉行 屏東往返小流球的航班 也已遺失影響 航班延遲十分鐘開船 民眾在後船區等候 就怕風雨太大 航運公司在晚間七點過後 不再加開船班 航雨影響南部地區 造成地形災情 戰力新聞綜合報導